經手拿一條白色細長的鐵絲 慢慢塞進手銬的繫縫中 一下子就輕鬆把手銬給打開 整個過程不到20秒 沒想到這細長的鐵絲 竟然就藏在現在人人必備的口罩裡 網傳口罩的金屬鴨條 可以解開口罩 難道這是真的嗎 完成上銬程序的時候 我這個鴨條是沒有空隙 可以再往裡面壓的 仔細看網傳的影片 上銬前就將金屬鴨條給塞入 對比正常上銬程序 上銬後鴨條完全沒有空檔可以塞入 其中的關鍵點就是卡損有沒有卡好 遠景上銬的標準SOP 第一步就是上銬 接著插入安全插銷 除非鑰匙 否則手銬根本無法解開 我們刑事局 我們這個手銬 上銬的整個程序 所以我們並不會出現說 有人犯逃脫 或者他有機會可以解鎖的一個狀況 新冠肺炎疫情嚴重 警方逮捕嫌犯時都會主動提供口罩 避免群聚感染 但現在網路竟然出現 鴨條可以解開手銬的影片 誤導民眾 嫌犯可別異想天開學著做 所沒打開又最佳一等 記者林志豐黃玉涵台北報導